我们说到这里 第二类是木类的字 因为我们人从森林里出来 首先是跟草跟木关系密切 所以他特别地注意这个问题 这个木字 你看这个木字造得非常好 这清清楚楚是一棵树 中间是树干 底下是树枝 树根 上面是树枝 所以说木冒野冒地而生 他认为这个木就是茂 茂出来的意思 从地下长一个树出来 有根 有枝叶 非常清楚的 那么请注意了 我们今天说木 已经跟造字的木不一样 造字的木就是树 古人没有树这个词 树是树立 是动词 木才是名词 搞清楚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比如说松树是什么 有人说松木野 就是说是一棵树 是这样的 那我们看这个木构成的字 能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些 看这个本 木 位 还有树 都跟木有关 什么是本 一看都知道 这是一棵树 树底下打一点 就是树根 所以本就是根 我们说根本根本 所有的本都是根 那么今天来看都清清楚楚 有学生抬杠说 万老师 所有的本都是根的话 我手里拿着写字的这个本 是不是根 你写字的本也是根啊 为什么 你看那照着这照本 对吧 我怎么去照啊 照着我这个东西说呀 就是是我说话的依据 明白吗 你手里拿了一个 那个是什么东西 那是你要说话 要演讲时候拿来的一个依据 我们叫台词的脚本 既然是脚本的话 它还是本 是吗 你想想这个词语的这种关系 是很容易理解的 那树上面打一点叫做末 其实这个末和胃 我们古的古音是相通 我们说古无清纯 那个胃过去也是念妹的 都是念末 那什么意思呢 说要把这一点 只是说是那个顶上 这叫末 就树的尖尖 就我们今天写长的一行 那么短的那一行呢 就是未来的未 为什么 那有一个东西在那里 这个树往上长啊 有个杠杠在那里 我还没有抽出这个杠杠 所以叫做未 未来的未 是吧 这个末和未本来是一个字 后来区分 这招字很可怕的 你说那么多的概念 要表现怎么办啊 用动用各种办法来区分 对吧 同样是这么一个字型 那么我就规定了 那个长一些的叫做末 那个短一些的叫做未 其实过去就是一个字 一个音 后来变成两个音 两个意思 那这个 这个字姓朱 不是有姓朱的吗 我为什么姓朱 你看 这是个 这一点 本的一点在底下 末的一点在上面 这个朱的一点在中间 什么呢 朱痴心末也 那个树啊 那个树的心 是红色的 痴色的 那个痴色的 那个树叫朱树 那个朱树 后来是加一个木旁 加一个朱 其实比如说野猪林 野猪林 不是说那个树里边 有很多野猪 不是这意思 那个那是说那长得有很多这种树 这种树很好 这个树的木质特别细 我小时候是见过的 它可以做那个整块的板 做我们那个桌子的那个甜心 它那个纹路很漂亮 所以那个门 门板 大人家的门板 是整块的那个朱树的心 接起来的 所以它的颜色很好看 所以叫朱门 什么叫朱门主 九肉臭 是吗 不一定是非要涂个红颜色 它本来就是很好的那种 痴心木 做的那种 所以信朱的人家 想想开始的时候 肯定是封在一边 有株树的 那样的一个地方为市 好 这跟木有关的字很好玩的 你看这个字念稿 稿什么意思 一看就知道了 太阳跑到木的顶上 正中午的时候 太阳在木的正中间 所以这叫做稿稿 太阳很亮 明夜 那个木在上边 日在下边 太阳掉到底下了 我们叫杳无音心 是吗 太阳掉到木底下 没有太阳了 所以没有了 那一个人靠在木上 这叫从人一木 什么叫休息 因为热天的时候 人会靠在大树上 既有阴 还有一个靠的地方 这叫休 是吗 照得非常好 刚才说的这个彩 守在树上摘叶子摘果子 这些基础的字 我们看一看 就觉得照得非常漂亮 这是木 那两个木 一个木是木 两个木是灵 三个木是身 四个木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们待会儿再说 灵 就是从二木 所以身一定比灵大 为什么 身是三个木 对吧 所以是木多茂 这样子我们能看得出来 这个造字的好处 那四个木是什么呢 四个木就是玉 什么叫玉 就是我们说的 玉闷的玉 这个玉有两个意思 你看 一个四面围起来的 那里面长满了树的 这样的一块地方 叫做玉 也有叫玉 原玉的玉 后来就加一个身符 放一个玉进去了 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围起来的一块地 另外是围起来不透风 那在里面肯定很闷 这就是我们今天说 我很郁闷 明白吗 那个郁闷的玉 就是这个意思 从这个字里过来的 能看得到这种字形 这个字是赤 就是我们说的 现在的这个赤是加刀的 右边加刀 加刀什么意思 表示这个植物 像刀一样的快 能把手给你弄破了 其实它开始不要 这很清楚的 四面都是尖尖 这个赤的 这个左边是很清楚的 这些字因为很像型 我不用多说 这个字是一片两片的片 片是什么意思 中间这个是木 这是木 这一个木 从中间把它一砍开 就变成两半 右边的这一半 朝右的这一半是片 朝左的这一片是姜 将来的姜 这个字就是床 我们睡的那个床 睡的床本来是这个 这个姜的右边 加一个木 就是床 其实不加那个木可以 为什么呀 你把它放下来 看 你把它这么一拉 就放下来 我们讲过了个病 疾病的病 疾病的病一点一行 那是一个人 那一血两点 那就是这个姜 什么意思 我们说过 人要是 古代是席地而坐 席地而卧的 一个人要放在木板上 放在这个床上 这个人就差不多了 所以他就 所以凡是从这个病之头 都有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字是刚才的才 才怎么表示才呢 他也是很巧的一个表示方法 这不是车吗 不是有人说是 墨的芽或者是草的芽 都是一样 这是地 从地里刚刚长出一点点来 这叫柴 刚才的柴 在这个柴底下加一个土 这个字就是在 存在的在 什么叫存在的在啊 这个草或者这个小树 刚刚长在我脚底下 这个位置上 这叫存于尺 在这个地方在 所以在表示存在的意思 是这么来的 这个柴就是在 还有斋 斋树的斋是动词 是吗 斋树的斋也是把一个苗 摘在你一个固定的位置上 这些过去 你想啊 造字之前 这些词的音和意义都有了 是到了一定的时候 它才去造字的 这样子我们来理解 就比较好看 比较清楚 所以这些字形 我们过去是无法去理解的 像这个 像这种状况 这个是财 有的是这样写的 有的是这样写的 总而言之是没有 这是地平线 我底下的这个芽 往上长那么一点点头 所以叫刚才刚才 才出来 这个才出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字这样写着 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写着 再加一个土 就表示 我这个东西是摘在我脚下的这个地方 我们还记得尺吧 比如说尺地 什么叫尺地 这是一个人 这是一个人的脚板 什么叫尺地 我脚趾头踩的这个地方叫尺地 它都是从人生活最容易理解的角度 去弄这样的一些字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去理解起来 对我们已经掌握的一些东西 就会好一些 这个呢 这个字是 摘 摘是什么意思 就是 看吗 这是垂下来的东西 这个叶子往下垂 它有一个 下面有一个根的意思 就是我们说 这是这个叶子 或者这个树所在的位置 所以叫 现在在这个上面加一个宝盖头 就是我们说的宅女的宅 明白吗 住宅 这是谁的宅呢 是草和木的宅 后来引申为人住的地方 我们叫住宅 是这样的意思 好 这些字从木的字你看看 这个字是杰出的杰 怎么来表示一个人比别人强呢 这个人怎么呢 你看 这个字是我们讲过的一个动作的器官 两个脚板往外 就是外八字的那个八 是吧 就是这个外八字的八 那个脚往哪里去了 那个人的脚 敲这个脚 跑到树的顶上去了 它比所有人都高 所以它比你要高出好多 所以它叫杰 是吧 叫杰出 这个字也可以是 陈风破浪的陈 我们说过这个陈 是啥意思 也是一个人 跑到树里面去了 很高兴的两个脚 敲起来 飞起来 所以凡是陈 都是往上走 是吧 我们还想一想看 陈车 跑到车的顶上去了 是吧 我们说这个陈法 是不断地往上翻 是吧 陈风 跑到风的顶上去了 是吧 这些用法 我们都能够理解 今天为什么可以用它来造词 从这些我们能看到各种 这个早期的这样的一些观念 如何体现在我们的汉字的构型里边 对我们今天用的一些东西 你就会加深认识 这个字是树 树复的树 这不用看了 捆柴火 是吧 中间几根棍子 然后用绳子捆着 为什么叫树复 这一看就知道 这个字有点麻烦 叫东 这个东到底是什么 说完说是从日在末中 什么意思 什么叫东方 太阳升到树的中间 那个方向叫东 但是现在的古文字学家 认为假古文禁文都不这意思 这是个带子 东就是带子 两头 那个带子中间装满了东西 两头用绳子一系 那个带子 东就是拓 就是一个背在背上的一个大带子 这样的一个用法 那到了这个时期 到了这个秦汉时期 大家总想跟那个东方要附会起来 东方是什么呢 东方是日出的地方 这个字形也很像日出在木头的树的中间 所以把它说成这个样子 我们不好说它错 是吧 你更早一些它可能是个带子 但到了东汉 或者说到了汉代 到了这个秦往后 大家就这么跟这个词意紧密地结合起来 对这个字形的构造 它有一个新的解释 这个字是弱 这个弱就是如弱的弱 这个字形 今天在讲古文字学家说 这是一个女子 她在头发 两个手啊 在收头 往上面捋头发 这经常会走到路上头发乱了 把它捋一捋 这叫弱 但是这个形状像什么呢 很像桑树 看到没有 这个桑树的桑 那个桑树 我们小时候养残 很多小时候 小学的时候都会养残 对吧 同学都有个这种经验 那个去采桑树的桑树是非常非常满的 那种样子 一树密密麻麻的桑树是这个样子 所以弱是弧桑叫弱木 弱木 弧桑 弧桑 我们说的是弧桑啊 那个桑树啊 那是东方日出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把日本叫弧桑 为什么 我们认为太阳是从那边生出来的 所以跟这个字是有关系的 这些下边是长成的树 刚才是一般的 这个字是锤 往下锤的锤 这是个往下锤 什么东西往下锤 现在正好了 我家门口 就是洛家山那头 边上 我在东山头 门口两个大的玉兰树 这个时候它一个叶子都没有 全是一树白花 那个一树白花就是这个锤 也就是这个花 看到没有 锤子花子中华的花 都是满满的一树花 往下锤 所以我们那个摇旋 顺雨 那个顺 它就是花 顺花 也是满满的一树花 这样子 为什么我们叫华下 有人说我们开始是花族 为什么是花族 这是跟顺帝 摇顺雨的顺帝是有关系的 这个我们从文化上可以说得出来这些 那么我们今天中华的华 底下加一个草字头 就变成这个繁写 今天简写变成了一个草字头 底下一个变化的画 是吧 那是1956年以后才有的 我们能看得到这些字形 这个字是鸡 这个鸡也就是这个鸡 鸡有流也 为什么要流 流止 停止 我们说鸡查鸡查 把这事儿不能往前走了 把这杖子 杖停下来 我们要查一下 那里面有没有腐败 这叫鸡 叫鸡流 真鸡 这个鸡是啥意思 上面是树 这不是个树吗 树在顶上给你打一行 什么意思 长到这儿被砍掉了 我们经常有那个树 从头顶上给锯了 是吧 不让它长了 那个叫鸡 那个树就只有那么高 所以叫鸡流 我们好多树 我们大门口 那个 因缘下来的那些树 现在全部被鸡掉了 是吧 头都锯掉了 是吧 那个叫鸡流 那么这个字形很复杂 有人说是这个样子 鸡流是一个人 对着镜子 或者对着什么东西 后来也照这个字形 但我们现在不用这个字形 基本上都是用这个字形 就是左边 今天看是一个核 错 那是跟核混同的一个鸡 那不是核 这个是潮 这一看都知道吧 鸟窝 非常清楚的鸟窝 清清楚楚 有人说那上面的三个 是不是三个小鸟呢 有可能 也可能是那个潮里面生出来的 还有一个字是磕 底下也写的是果 这些都是早期人类的这种生活 我上次讲动物说过 我们曾经有一个时期 就是用螺 用网 有各种捕鸟的方式 捕很大的鸟 作为一层生成方式的 后来那个鸟 捕得 大的就被你吃掉了 或者拿到家里养了 就成了鹅 往天上飞了 又成了燕 那个跑 跑得快的 你越吃 吃得它越变小 变得最后变麻雀 对吧 变麻雀怎么办呀 它麻雀 你抓了也没啥可吃的 是吗 这是 没办法呀 好多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说人是很残酷的 这个是油漆的漆 我们说 这个水 水在底下 上面是木 看到没有 这个油漆的漆 就是树上掉下来的水 是漆 还记得吧 天上掉下来的水 是雨 是吧 目 眼睛里掉下来的水 是泪 所以我们眼睛的泪 今天左边是水 右边是木 是吧 那树上掉下来的这就是漆 我们今天这个漆又加三点水 其实不需要加 那水已经在那里了 是自行的这种调整才有的 过去的漆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是竹子 我们的古人 确实我们的先民非常聪明 我们说造字 你看那个草 那个小草的草 侧的叶子是往上的 这个竹子的叶子是往下的 它用这么简单的一种区别 让你来去看清楚 这个造字的意图 你去看一看 所有的竹子的叶子是往下的 草的叶子不会往下 它有这种方式 所以草子头和竹子头的区分 是很清楚的 我们懂了就好 我上一次参加过一个就是 汉字大赛 当时我就在上面生气了 为什么 那个同学 怎么写着 他把那个竹子头写成了一个K 两个K JK的那K 英语字母 我说你再写一遍 写的还是两个K 我说你怎么这么没文化呢 这要了命了 他说一直这么写的 说明他根本就对这东西没有理解 那竹子头 你看两个竹叶往下垂 听听楚楚的 所以为什么叫一个两个 后来的个就是半边竹叶 很清楚的 你干嘛要把它写两个K呢 那我们造字的时候 K还不知道在哪呢 下面是这个G G就是旗 看到没有 这个旗 这些看这就是波基 这边的那个波基框子 很清楚 这个波基呢 也因为要绿水 它会弄一个什么东西架子 看到没有 架起来 那么这个字架起来的就是这个旗 旗后来表示 这个代词的那个旗 是吧 那本字呢 再加一个竹子 因为我们竹子产生很早 一直说了 我们的笔 毛笔产生得很早 竹简产生得很早 波基也产生得很早 所以加这个头 所以这几个字 这个后来把这个也叫鸡 这就是茶鸡 或者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鸡经常拿来放东西 比如说电 这个字叫电鸡 怎么叫电 底下这个大 一般说是一个架子 上面是个酒坛 酒坛上面还有酒气出来 这个字在哪里见过 电字在哪里见过 花圈里见过呀 那花圈中间那个大圈圈里头 写的什么 知道吗 那写的什么 写的是架子里放一个酒坛子 给这些酒 你的这个要祭祀的人喝 那叫电 一个房子开始造的时候 要祭土神 我们叫电鸡 要撒点酒 这些字形都是很清楚的 那么这些 你看这个鸡 很多时候都在用 我们大点的点 上面是侧 就是竹简 把那个竹简供起来 那就是点 点鸡 这样你看这个 来看这个写 这个写太清楚了 我们书为什么叫一写 一写就是用绳子穿着的 整个能够读过来 读过去一个完整的书 所以叫一写 一写 因为这个写是可以转起来的 知道吗 转起来 你先读这边就往这边转 再读那边往那边转 所以我们的书叫一转 知道吗 一个书叫 开始的时候叫一转 不叫一本的 一本都是后来的时候 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 你看长长短短的 中间用绳子穿 什么绳子 牛皮筋 就是叫尾 尾边三节 还记得吧 孔子七十而读义 是吧 尾边三节 孔子到七十岁研究咒语 就把他翻过来看 复过去看 都是竹简 结果把那个牛皮筋断了一次 再把它续上 再断一次 是吧 这就形成三次 所以意思是说好多次 他反反复复复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策 那这个策 有的是用手 有的是用架子 把它 就是大点 我们说的这个点 点极的点 只有架起来的 架子高的 传送的 这个才叫经点 凡说点都有隆重的意思 可以理解吧 我们能想得到 这是我们说的 刚才说的 跟墨 跟竹子 这一类有关的